福建省今天向四名台湾同胞颁发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是祖国大陆首次面向台湾同胞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也是全国首批面向台湾同胞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首批颁发的四本台湾同胞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包含公共营养师和芳香保健师两大类 受疫情影响 四名台胞于5月8号通过网络考试的形式通过了等级认定 他们委托在福州的台胞前来领取证书 据了解福建省在2019年开展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先行先逝的基础上 2020年持续创新技能人才评价方式 在全国率先启用 面向台湾同胞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当天还同时举行了第二批面向台湾同胞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 共有10名台湾同胞参加公共营养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共有10名台湾同胞参加公共营养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